我希望我以後的家 能夠是完整的 也許在別人眼中很平淡 但在我的眼中 卻是我最希望的樣子 只是苦難如何看作如常 在這部紀錄片中 導演謝新智 陳志安 用一年半時間 拍攝超過七千分鐘影片 紀錄位在台東的多組人物 他們超過五百年的歲月時光 擔任如常紀錄片的導讀人 藝術家蔣勳無疑是最適合人選 他住在池上已有五年 與相親共度過無數天災考驗 也目睹在資源缺乏狀況中 貧困疾病與老弱的無侮無奈 要放進下面那個洞 有火它就會變成熱熱的鎖 就可以去洗澡了 你在哪裡洗澡 這邊啊 走啊 我非常尊敬這裡的人民就是 他們有一種頑強的生命力 我們說渡一切苦惡 那這句話講的是渡過 並沒有說免除 所以即使看紀錄片有時候我們看到他們遇到很多的困難 我還是覺得我們怎麼樣子能夠發現他們最後困難都能夠度過 他們如何大家彼此鼓勵去度過這個難關 我覺得那個是核心價值 我覺得那個是核心價值 不是可憐 而是學習用生命陪伴生命 有了正向力量才能往幫助人的方向前進 我不知道阿嬤 沒有地方撒嬌了 不怕 資源不只是錢 很多人會誤解以為資源就是錢就是設備 資源更重要的是對生命的不忍 你看到一個人受苦你覺得不忍 我覺得那是最了不起的資源 真的他有打電話 但是他搞到一百分 我真的很感動那個核心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有更大的願力 就是說祝福這個紀錄片 號召更多的朋友來參與